好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台北股市 今天是震盪走高 再度在亞洲股市 除了入股之外 表現算非常優異 我們看到在下午2點 日韓股市收盤之際 那目前日韓股市 仍然是相對於是 開平走低的格局 那今天台北股市 我們來觀察 因為指數中場 是上漲了47點 來到10617 差點又要創高 那尾盤做一筆 也拉了將近有10多點 所以我們看到 尾盤台北股市 似乎有出現一個拉高的動作 這滿特別的 是對明天的一個攻擊 或創高做出準備嗎 我們看今天成交量 這個收盤為早 成交量是1096億 相對於昨天的成交值 1100億 是微幅的一個震盪 微幅的增加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主要攻擊的產業 跟個股來做觀察 當然今天最強的 我們分了兩個地方 第一個電子股 是高價股跟低價股奮進 高價股由大力光 聯發科 李軍 今天大力光股價再度來挑戰6000塊 那我們看到這個之前前高6075 能不能在明天來做一個突破跟挑戰 這個由大力光高價股龍頭的一個帶動之下 明天要做觀察 另外我們看到聯發科 今天高價股還有檔聯發科 在五盤過後出現了連續的買單推升 也正式站上了月線之上 所以是另外一檔轉強的個股 前高在303塊錢 這兩檔高價股之外我們看低價股 今天很多低價股表現不錯 從了面板到技體族群 今天都有強勢的一個表態 包括了像面板的友達 在整理非常久之後 今天再度做轉強 另外包括像旺宏 像華邦店 今天股價表現也非常亮麗 所以整個電子股是由最高價的 跟相對低價的病情 一個是法人的概念 一個是人氣的指標 然後另外我們看傳產股 今天傳產股也非常火熱 第一個我們看到 包括像造紫 像航運 像電線電纜 我們先看造紫股 我們看造紫股受到大陸的 廢紫的報價噴出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包括融成 陣龍 保隆 這股價都要再雙新高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造紫股 是表現非常非常的強力 另外我們看到航運股 航運股今天在散裝航運的轉強之下 包括了域名 星星 另外貨櫃像長榮昨天拉回 今天開始做出販潭 另外華航 航空股表現也不錯 另外電線電 今天最強的包括大雅 這股價幾乎是亮燈漲停 也創下波段新高 另外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 像華興利華 今天股價也是刷新 波段新高 好 我們現在請到的專家 是我們知名的主持人坦克爺 謝謝 孫怡婷 很有我們觀察 因為現在大盤是電子傳產並進 說實在話 傳產不會輸給電子 電子的輪動得很快 所以震盪也很刺激 我們先電子來看 高價股跟低價股並行 這個輪動你怎麼做解決 對 我們看到今天其實 聯發科算是比較先前在整理 今天承認有補漲的格局 剛剛蘇東提到 大力官也是一樣 整理之後轉強 這裡代表說 其實整個電子股的人氣 並沒有消退 因為這裡我們不要忘記 今天其實是新格上任 應該說新格揭曉了第一天 所以這裡其實 今天台北股是為什麼 可以逆勢攻高 我們是不是有一點 這個護盤的意味在 我們可以觀察 這裡我們認為說 其實在電子股的輪動 因為不要忘記 第三季到第四季 其實是一個電子 相對的一個旺季 在這裡的話 其實成績已久的電子股 特別是像剛剛看到的 在今天的話 像是矽晶圓 或者是在光學股 其實整理非常久 先前叫金光部隊 現在的話 今天要持續性的大招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我們看到 原主流整理之後可以轉強 先前比較沉積已久的也補漲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電子股帶動大盤攻高 是有一個機會的 今天收盤是收在10617 雖然台北股市 這一波高點是10619 可是收盤最高了 收盤最高 對 而且這個量我們要觀察 因為這個量 要注意 因為它價量有點背離 所以明天的量能補出來 是一個關鍵 我覺得因為現在 很多好股票都被鎖碼 像台積電 鴻海這種股票 就是被鎖住不會動 所以說量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沒有主流 持續帶著大盤往上走 像剛剛提到的金光部隊 或者是說先前的大力光 或者是像瓶蓋股 能不能有族群出來比較明顯 但9月12號 這個iPhone 8上市 大家都來看 當然也要小心願 iPhone 8這漲在利多前 那會不會跌在利多後 到時候我們看人氣指標 因為今天面板又轉強 倒是原來低價的指標 連電終於休息了一下 我們怎麼看低價輪動 因為其實一般官員 最喜歡做低價股 大力光誰買得起 基本上你說先進光 連一光 你說合金 說實在膽子有點大 膽子要比心臟大 才可能買得起 所以基本上低價股輪動 面板 聯電 記憶體 這個輪動你們觀察 對 我們看像聯電的話 今天在平盤附近 因為它靜值是17塊多 尾盤拉到平盤 對 尾盤拉到平盤 所以它靜值17塊多 所以我們覺得這種低價股 其實大家先看靜值 當它的第一波的目標 像先前6116的彩晶 也是先到它的靜值12塊多 現在超過靜值 所以這裡的話 像華邦電已經超過了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低價股之間 因為有賺錢 然後先回到靜值 當作第一個起漲點 起漲點 就回到靜值 我們看到今天聯電 也了不起 這個量縮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們看這個成交量 三天的量縮 前天 我們看上週到今天為止 你看今天1 2 3 這個量到為止 你看40萬張 20萬張 到今天10萬張 所以第一個量縮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那今天尾盤又竟然能夠收回平盤 那明天再做觀察 因為低價股就是記憶體 包括了面板 還有聯電 這個三者在做輪動 好 那我們拉回來看傳產股 這個昨天其實才有提到 像電線電腦 因為銅的價格 在今天又創新高 不管是上海銅 還是紐約的電子盤的銅 其實又創新高 那今天漲最兇的大雅 因為大雅電線電腦 它的庫存滿高 所以今天股價 尾盤幾乎是量能漲停 華希臨華是創新高 另外造紙股 自己是漲翻天 坦白 最近我們東森的清潔阿姨 她說把廢紙都收掉 為什麼 因為廢紙可以去換飲料 代表最近廢紙的價格 其實 觀眾朋友注意到 已經慢慢傳遞到 連我們打手的阿姨都知道 最近紙漲很兇 尤其是廢紙漲很兇 所以似乎這個產業 感覺是完真的 大陸今天又傳出8月份 9月份的工業用紙化紙 跟紙漿再度調高 這也是漲不停的族群 你去觀察 對 其實一部分是 剛剛事先提過的 環保現場的因素 其實大標裝機有一個趨勢 就是現在過去的包裝 電子商務的包裝 其實是隨便包裝 現在又追求整體化 一體化之後 其實對於紙核的需求 也有增加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在紙類股在供給減少 然後需求因為電子商務的 標準化之後增加的結果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紙的需求還是持續下去 好 我們看今天尾盤 最後一盤77億 今天尾盤77億 那拉升的點數 大概拉了22點 所以你看尾盤今天 忽然尾盤有點偷襲的味道 所以我們看到 期貨線的尾盤 在收盤之際 也是出現一個快速的 一個拉高的發展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今天尾盤有點多頭 在做一個攻擊的味道 是不是替明天留下伏筆 好 大家可以我們剩下幾分鐘時間 來看一下明天玩什麼 因為第一個 船產在輪動 另外 電子在輪動 那我們順帶提一下金融 金融是今天 漲最兇的應該是 金成穎 金成穎今天不錯 第二名是中壽 第三名是台新金 這漲幅大概都1%以上 中壽當然是禮拜三是關鍵 因為明天是開發金收購他的 最後一天 那目前開發金 是光有跟開發金的法人 跟發言系統查詢 因為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正式公告 明天就要放榜囉 所以到底開發金並周壽 在明天盤後要特別做觀察 能不能順利收購成功 至少在今天震到很大 而且流出一個紅K棒 好 我們看明天要怎麼輪動 金融傳展電子 明天玩什麼 明天觀察 對 金融的話 其實觀察的是證券股 因為不要忘記 現在台北股市已經創下了 這個27年來的收盤新高 所以這裡的話 袁大金這種證券股 或者是像開發金這種 跟證券有關的 有沒有可能補漲可以觀察 另外的話電子的部分 其實還是在資金輪動 就看金光步驟 證券股通常動作 最後一棒 你不要亂喊好不好 至少他在高檔 那至少獲利會增加 證券股喊大家都不會高興 證券股來了 陌生段確認 所以證券股最好是不要動 但是陌生段不知道會陌生多久 有可能會三個月 五個月 到年底都有可能 因為現在證券股基本上手續費 經濟收入了就手續費 打折打很兇 所以靠很多業外不管是 還有自營的收入 自營 全鎮的發行 野生性商品的代理 基本上其實券商股能不能同步加溫 我們可以做一個觀察 原物料族群 這個紫類股一直漲 地心類股一直漲 明天會不會輪到 今天鋼鐵的不鏽鋼表現不錯 包括像千辛 像第一銅 表現也不錯 所以鋼鐵感覺也是可以持續往 一般就是三個磅次 第一個是鋼鐵跟塑化第一磅 然後再來紫跟不鏽鋼一磅 然後最後的話是航運 BDI 所以說你這三個族群 其實資金會往其中一個地方去 如果我們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今天如果漲的是紫 那明天看看塑化 或者是這個航運有沒有機會 就BDI的指數